大家好 我是陳永恩 做Fee Chan 拍攝的期日3月4日 今天跟大家更新一下蔡天鳳的案件 上一集跟大家說了再多一個人落網 就是跟蔡天鳳的前夫有關 之後有更多消息隨之曝光 第六名被捕人有傳是鄭忠基的前助理 鄭忠基也有作出回應 基本上是間接證實他的身份 而網民更是翻出更多有關第六名被捕人的資料 我也會跟大家說說 而且蔡天鳳的好朋友亦透露 原來蔡天鳳早在去年11月 察覺到她前夫一家有異樣 而她前夫雖然被通緝 在今年1月竟然跟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同場 黃仁更加說到這件事是跟鄧炳強有關 當時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而且蔡天鳳四個小朋友現在又怎樣 我都會跟大家說說 希望隨著比較血腥的情節來我們越遠 觀眾朋友沒有再對案件感到不安 而今天更多想跟大家說的 就是在我們範圍內可以做到的事 如果觀眾朋友仍是對案件感到不安 可以跳到下一個部分 減少接觸有關的資訊 之後我會跟大家說說 兩會前瞻 李嘉誠的兒子李澤佳被公然落臉 反映了甚麼我都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而且在明天兩會召開 竟然有示威者聲言會進行示威 而且還有人戴叫 要屠龍小隊歸位 我都會跟大家說 最後會跟大家說說中美博弈 說美國怎樣搞事 將我們白字黑字明文 提升至俄羅斯和伊朗的級別 為的都是一個目的 我都會跟大家說 在開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 陳榮安Jov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影片 喜歡有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讚好和留言給我聽你的看法 亦希望我的影片廣傳開一去 大家亦都能知道和美同合作械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代影片 到惡意攻擊意圖令影片下架 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一路讚好和留言 支持我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提到的影片 追看陳榮安 知青原因又開心 訂閱Jovie Chan 同印良靜 洗蜜鏡 蔡天鳳的生前好友英皇前歌手周英傑 接受傳媒訪問透露蔡天鳳和她前夫 鄺廣智所生的兩名子女 分別是十歲大的兒子和八歲大的兒女 已經知道她媽媽蔡天鳳遇害離世的消息 周英傑說蔡天鳳的大兒子和兒子都有看到新聞 回學時更加有同學說起 所以非常悲慘 而且更加說到兩位小朋友 在走過媽媽的房間更加會哭出來 聽到都心痛 蔡天鳳和現任的丈夫 也就是譚仔的太子爺 因為她生的兩名子女 分別是六歲和三歲的子女 未知道媽媽已經遇害的消息 家人暫時只是說她媽媽因為要外出工作 所以見不到她們 她們說不希望兩個小朋友這麼快知道 不過始終有一天都要知道 因為門對一時 對小朋友來說是最慘的 完全想像不到小朋友的心理影響會有多大 無論她們的父母是怎樣也好 小朋友才是最受到影響 小朋友又可以怎樣面對 尤其是蔡天鳳和她的前夫鄺廣治所生的兩名子女 如果鄺廣治按正常情況就是會判囚終生 蔡天鳳和前夫所生的兩名子女 就會一次過沒有了爸爸和媽媽 而且是她們的爸爸奪去她們媽媽的性命 真的很難面對著還未在生的爸爸 相信連探監也未必會去探 家庭環境是影響未成年的年輕人和小朋友的生理和心理發展 而我認為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家庭是未成年人士所依賴的地方 良好的家庭教育對小朋友和青年的身心健康 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傾益的家庭不單止對未成年人沒有積極的作用 而且會對他們身心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從而令到在不健康的家庭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人和小朋友 會走上犯罪的道路 當然不是說生在正常的家庭小朋友 在完整的家庭下成長大過就不會成為罪犯 但往往在不健康的家庭下成長 更加容易誤入歧途 過去很多案例 尤其涉及同黨的案件 已經可以告訴大家 這是絕對有影響的 所以要小心處理對小朋友的心理影響 要給予多些愛和關懷 1999年轟動程度不低過現在 蔡天鋒案件的壽某平同黨蕭斯案 之後還被拍成電影《三五成群》 真的按著圓形拍出來 有小朋友的觀眾朋友 如果看完之後 可能會令大家更加著緊自己子女的成長 而沒有小朋友的觀眾朋友 如果看了這部電影 相信都可以當作是一個反面教材 去思考自己是否準備好做人父母 的確是很大的責任 案件的主審法官黃健秋當時認為 漫畫書及電視的暴力畫面 帶來的問題是比較少 而父母缺乏管教、督道及教育 傳統價值道德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當時90年代是非常流行古惑仔電影 令不少不成熟的青年有不良思想 例如他們覺得人是打不死的 我看過資料 主演古惑仔電影的明星曾經有自我懷疑 雖然電影令他們名成利咒 但也可能為社會帶來不良的風氣 但黃健秋法官認為家庭因素更重要 例如我自己也看過很多古惑仔電影長大 其中一部最喜歡的電影正正是雄興十三妹 即是古惑仔電影的番外篇 因為主角是十三妹 不均如飾演 我認為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 最重要的關鍵因素應該是來自家庭 社工當時就秀茂平同黨案 也有認為這些青年可能是來自破碎家庭 以及缺乏家人的關心和外護 其實這宗同黨案只是冰山一角 因為犯下例如寶馬山雙鮮案的犯人也是一樣 同樣缺乏家人照顧 中日就是流連在街上 所以比健康家庭和小朋友最重要 不是物質上的富裕那麼簡單 而是家人的關愛和身教 否則一個悲劇的結束就是另一個悲劇的開端 就好像曠球和他老婆 給了兩個兒子的家庭教育 相信都不放正常 所以他兩個兒子都不正常 蔡天鳳生前好朋友英王前歌手周英傑 還大爆原來在去年11月 蔡天鳳已經察覺她的前夫一家有異樣 她們前夫一家說話變得刻薄 所以蔡天鳳已經有所疏遠 不過疏遠極仍有聯繫 今年1月蔡天鳳為電影《天龍百步之喬風傳》包場 周英傑也在現場看到蔡天鳳被通緝的前夫鄺廣志和前大伯鄺廣傑出現 因為有了這個資訊 有些黃人竟然說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是罪魁禍首 為何會有這樣的連結 先不說黃人的邏輯有多荒謬 黃人之所以有這樣的連結 因為鄧炳強局長都曾出席《天龍百步之喬風傳》的活動 是否跟蔡天鳳的包場活動是同一日 相信看到這張照片 眼裡的觀眾朋友都會有發現 的確就是同一日 因為之前有一張蔡天鳳和主演喬風傳的恩子丹合照照片 都是非常廣泉的 看到恩子丹的衣服是同一套衣服 證明恩子丹出現了和鄧炳強局長在包場活動 亦出現了和蔡天鳳合照的場合 證明這也是同一場合 即是說蔡天鳳、恩子丹和鄧炳強曾經一同出現 而且還有一張這樣的合照 就是今年1月16日 蔡天鳳曾經出席《天龍百步喬風傳》 保良局的慈善首映禮 更加在社交媒體上載了一系列的活動照片 包括有恩子丹的合照 以及可以看到在社交平台的圖緝裡有一張台上合照 這一張就是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還有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用雄的合照 可以看到鄧局長和蔡天鳳的確是曾經同台 於是黃人就在討論區用了這個設入點去出了一個鐵文 就去斷定鄧炳強局長和鄺廣志是蛇鼠一窩窩 還有小黃人扯到鄺球和李家超行政長官曾經守過同一個環頭 所以整件事都很可疑 我真的亂說 而且鄧局長有和蔡天鳳同台 其實這樣也不代表鄧局長一定是看到鄺廣志 因為做一張照片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當日就是這麼多人 多到連台都站不上 還要分兩排 那麼多人 怎麼可以說鄧炳強一定見過鄺廣志 我覺得是要調查一下為什麼被通緝的前夫鄺廣志 可以大無私仰仲去看手影 但是說鄧炳強局長是罪魁禍首 真是太說不過去 當日這麼多人 再加上鄧炳強局長和鄺廣志 有沒有機會打個面照都不知道 就算是有 去回當時來計算 就算當我們一個普通市民 和鄺廣志刷新而過也好 都不會覺得鄺廣志會做出謀財害命這些歹毒行為 難道見過鄺廣志的人都是罪魁禍首嗎 如果按黃人的邏輯 蔡天鳳的案件都應該算上鄭忠基的頭上 不過鄭忠基就是黃藝人 小黃人當然是雙重標準 3月2日警方再逮捕多一個人 正正就是蔡天鳳前夫曠廣志的41歲友人 據媒體報道Henry姓林 以涉嫌協助罪犯為理由將他帶回徵訊 而他的身份亦因此曝光 但其實不是很多媒體有報導 他的羊名Henry姓林 比較多報導會說到 這名男子在一間租任遊艇公司工作 他的作用是幫助案中被告鄺廣志 也就是蔡天鳳的前夫利用水路前逃 而且不少報導也有報導到 這名被捕人的另一個身份 他就是鄭忠基的前助手 而且還發現他的社交平台有大量和藝人的合照 他也認了黃柏糕做恩師 而這名男子更加貼了他和黃柏糕的合照 留言說看著他長大入行的恩師Paco Wong 根據其他媒體的報導 這名被捕的人士曾經在金牌大風工作 而黃柏糕正正是他的上司 而他的個性很深得圈中人的歡心 和很多圈中人都非常熟悉 鄭忠基尤其是喜歡他 但總不會說他們全部有份和被捕人合照 都是最灰禍手 如果按小狼人的邏輯的確實是 而且鄭忠基也有作出回應 都說不關他事 鄭忠基回應說他的前助理已經在八年前離職 而這段期間完全沒有聯絡 對事件 也就是蔡天鳳的案件 並不清楚 從這麼少的媒體 有說明他的姓氏和被捕人的英文名 但鄭忠基也足以知道 究竟報導說的是誰 也證明曾經做過他的助理 即是間接承認了第六名被捕人曾經做過他的助理 但又不見小黃人一口咬定案件 是和鄭忠基有關的 小黃人佼佼鎮真的沒有停過 曾經是民陣成員的組織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即將會在明天也即是3月5日 舉辦所謂三百婦女折發聲遊行 報稱會有一百人出席 而這個協會早前在社交媒體說 遊行已經獲得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值得留意的是 網上出現了很多組織都聲稱會參與遊行 更加有部份曾經涉嫌干犯了香港國安法罪行 而且已經解散了組織成員 曾經是干犯刑事罪行條例的先動意圖罪 以及公安條例的暴動罪的其他成員 不斷號召和動員公眾人士參與這個公眾活動 當中更加有激進的言論 包括鼓動出席的示威者做出違法行為 黃人討論區更加有小黃人呼籲 吐弄小隊要歸位 在黃營平台大肆炒作下 這個遊行有機會被騎劫 演變成暴力衝突 人數亦有可能會超過警方批准的100天 換言之 這項公眾活動存在一定風險 不排除有人試圖借助遊行和集會搗亂 甚至做出違法行為 警方在上星期五上載了不反對通知書 也列明遊行主辦方必須確保遊行符合香港國安法 和確保遊行不會構成不利國家安全的情況 所以主辦方責任重大 警方亦會按照通知參與人數調派人手 若然預料參與人數可能會大幅增加或減少 需要立即由主辦方通知警方 如果出現甚麼亂指 主辦方便要承擔 黃人死心不惜 3月5日舉行遊行 說是為下星期三百婦女節 但3月5日同樣是兩會在北京召開的重要日子 會否看準時機搞事 警方要小心警惕 全國政協會議在今天3月4日下午在北京開幕 在昨天3月3日的預備會 通過新一屆主席團名單 出現令人意外的安排 出任四屆政協常委長和系主席李澤巨不在名單上 意味著他不會再擔任政協常委職務 但保留政協委員身份 通常一般卸任常委會一併退任政協委員 今次李澤巨任內這樣降低 真的非常罕見 記憶中未試過有港區委員會這樣降低 由政協常委變成政協委員 一般卸任就不做 而且這個做法相當於理事面 因為有估計李澤巨在上京前未知有這樣的安排 至於什麼原因 總說紛紛 有人說有可能是因為李澤巨自己推卻 不做政協常委 以免影響生意 因為長和也是我們本港的跨國公司 長實在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投資 有一個說法就是李澤巨不再出任政協常委 就是因為不想在中美關係之下犧牲他的生意 亦有聲音認為是因為基於國際形勢 李澤巨才主動申請吳俗任常委 我覺得這個說法相當牽強 因為中美博弈也不是今時今日的事 而今年理事還以大幅拋離的姿態 是纖聯首富之位 可以見到李皇瓜在中美博弈之下 通吃的策略就是就後 怎麼會現在才怕做常委會影響生意 相反在內地有這麼多生意 做政協常委是功不可沒 我傾向就認為 是因為中央對愛國者的要求有所提高 所以才不讓李氏再做政協常委 即是證明李氏是不達標 李澤巨跌落地拿回紮沙 他回應自己自1998年起 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已經有25年了 未來5年雖然他不是全國政協常委 但他會繼續做委員 而自2003年起 他就開始在四屆出任政協常委 這個創舉他認為 在香港人長時間兼負這個職務實屬小見 所以都可以說是一個紀錄 然後他就說服務國家還有很多渠道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做全國政協的標準究竟是怎樣 恩子丹就為李澤巨示範了 新任全國政協港產武打巨星恩子丹 登上GQ的封面 GQ的另一個標題就是 恩子丹還是哪魔牛 年近60歲的恩子丹就在倫敦一間餐廳 接受了美國時尚生活雜誌英國分部的採訪 採訪的契機就是因為他在宣傳即將上映的電影 不過身為全國政協 恩子丹就有責任去講好中國故事 在這個訪問他就不只是宣傳的電影 恩子丹主動提及2019年 按照親身的經歷 這個並不是一個抗議那麼簡單 而是一場暴動 恩子丹更加說到西方媒體對我們中國的報導 相當偏頗 只是關注負面的消息 而不提到我們中國現代化和生活便利 所帶來的正面影響 專訪提到恩子丹為自己的祖國感到自豪 而公開資料顯示恩子丹在2000年退出美國國籍 之後他一直以百分之一百的中國人自居 對於2019年黑暴事件 恩子丹為這件事件定性是一場暴動 他更加說他正正當時在香港 他的朋友也在這裡 他不會討論如何改變其他人對這件事的感受 而他也不想太過政治化 因為很多人可能不喜歡他說的話 但他也要說 根據自己的經歷說出來 以正是聽 恩子丹在廣州出生 兩歲移居香港 十二歲移民到美國 成年後回到中國的懷抱 學習武術 他為有生之年可以見到中國的進步 而感到非常自豪 他說他去過世界很多個不同的地方 無論是高速公路、建築的發展、生活的便利 可以見到跟我們中國都差得遠 恩子丹就說大多數在中國以外的人 只有親身來過見證著中國的現代化 才知道我們中國現代化的好處 他說西方媒體只是關注報導我們中國的負面消息 而且恩子丹更加點名提到BBC和CNN這兩個媒體 他們從來都不會報導我們中國真實的一面 恩子丹談及荷里活對亞裔的黑板印象 和亞裔演員在荷里活經歷的變化 他說年輕時曾經很渴望去荷里活證明自己 但他現在不會對荷里活看高一線 換言之他不會覺得荷里活是高人一等 反而恩子丹說他在接演荷里活的電影前 他都要想一想 向對方確認這個角色是否太老套 以及他們尊不尊重中國文化才決定接不接演 如果有關電影是不尊重中國文化的話 他便會遲演 不會接來拍 如果沒有角色話語權 他便覺得不值得花時間去拍 大家可以看到全國政協的標準是怎樣 不會怕影響到生意所以不愛國 大家可以從恩子丹身上看到 全國政協應該是怎樣 這就是標準 可以一比之下看到李澤巨真的差很遠 說到會不會影響生意所以他決定做不做這個位置 我覺得真的相當荒謬 正正顯示了這些人不是真心愛國愛港 我們的確需要更多像恩子丹有承擔 去到外國的地盤去反駁一些西人對我們中國的謀論 可以看到因為美國為首的西方媒體的確對我們有極大的偏頗 美國白宮在星期四即3月2日發表了國家網絡安全戰略文件 為美國防範日益急增網絡威脅提供了路線圖 確保美國民眾可以有安全可靠的數碼生態系統 文件中點名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惡意行為者 就說我們中國對美國政府和私人領域網絡安全構成最廣泛、最活躍、最持續的威脅 伊朗和美國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伊朗一直都是美國的宿敵 而俄羅斯就因為有烏克蘭事件作為美國對它敵對的藉口 但我們中國之前都說會對我們中國掩飾一下 現在正如王毅主任所說 考取也沒有 只剩下豪奪 美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是由白宮國家網絡總監辦公室牽頭制定的 在35頁文件提到五大支柱 包括捍衛關鍵基礎設施、打亂和剷除威脅發動者、塑造市場力量去推動安全和韌性 投資在巨韌性的未來和建立國際夥伴關係追求共同目標 文件說 惡意網絡行為正是不斷發展 包括從惡意破壞、間諜活動和盜竊知識產權 損害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勒索軟件攻擊和借助網絡進行 自在破壞公眾對民主基礎信任的影響輿論行動等等 他說這些黑客工具和服務包括外國商業間諜軟件 過去只有少數資源是充裕的國家才會利用到 但現在被廣泛使用 令本來沒有能力在網絡傷害美國利益的國家變得有力 令到有組織罪犯集團的威脅增加了 文件說 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並列 這四個國家的政府和其他具有修正主義意圖的專制國家 正是揭曉地利用先進的網絡技術 去追求和美國利益和廣獲接受的國際準則背道而馳 而這些國家肆無忌憚地無視網絡中的法治和人權 正在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繁榮 文件特別提到中國最大的威脅 他說在成功利用網絡作為監控國家和影響力支柱之後 中國正在輸出它的數碼專制主義圓景 努力按照中國的模式去塑造全球網絡 去危害人權 即是說到外太空 其實也是跟最近說到我們用到一個盲都看到的氣象氣球 去竊取他們的國家機密是如出一切的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鋪排 根本和氣象氣球是有關的 而同一日美國商務部 將37個實體列入貿易黑名單 就說他們資助中俄軍方 協助參與緬甸和中國侵害人權等行為 有28個是中國實體 包括華大基因旗下的兩個單位 香港華大基因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和華大生命科學研究院 我們中國外交部也有立即批評 這是美國不擇手段打壓中國企業的誘一實例 華大基因是中國知名的大型基因公司 旗下的兩間子公司 就是中國雲端計算及伺服器企業浪潮集團等等 28個內地企業和個人 以及一間台灣企業都是榜上有名 這些公司包括在去年9月第三度遞交香港 嘗試申請的人工智能、獨角獸、第四帆式 濃森中科技術、青島海洋科學與技術 視點國家實驗室 而新德科技是來自台灣新竹 美國政府今次列舉的其他對相關公司具體的關切 更加包括對導彈計劃的貢獻 美國商務部助理部長聲明說 當發現在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方面 引發在美國關切實體時 他會將這些公司連入清單中 去確保他們能夠審查他們的交易 完全是違反人權 完全是不民主不自由 美國商務部組在2020年 已經將華大基因的兩間子公司 列入了經濟黑名單中 分別是北京綠合華大基因 和新疆思路華大基因 美國當局指控這些公司進行基因分析 進一步打壓維吾爾族 之前打壓內地企業的原因 即華大基因的原因 和今次再打壓華大基因的其他子公司 都可以不同 你會看到準則在哪裡 中美博弈之下 要不被美國卡頸 中國必須有屬於自己的產業鏈 有自己的出產 其實這一點 相信我們國家早已意識到 之前北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美國現在這樣做 只是加速了我們中國 在不同行業的產業鏈可以自給自足 而且美國這樣做 也是即時可以看到的影響 就是在犧牲他們在中國的企業 要他們在華的美企沒有風險 是我們中國反擊他們的彈藥 美國企業如果想好好做生意 就應該聯手起來 向美國政府施壓 叫美國政府的政棍不要搞那麼多 否則真的攬炒 今集時間到此 希望大家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 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希望將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都知道和美同三七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陳永寅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的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大家周末愉快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讚好 留言 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陳永寅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下C first 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